法音缭绕 稻妻庄严 来自大马九州十地的慈禧志工 齐聚极大 两千多人连线高雄 同步演绎禁思法岁妙丽华 大家都放在心里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 有些事业 任何事件 他们永远都会忽略 全都会有全力 在家 与爱 与照顾 都够准备工作 所以我非常愿意教授 北马的金藏演绎 从六月底开始 有些志工是带着 帮逝去家人 圆满心愿的愿力 来入金藏的 很感恩佳师兄的歉意 真的是让我有机会 带着女儿一起来 入金藏 很怕喜 你会觉得看看 因为你没有管子 国中老师李伟萍 演艺前做了局部大肠 切除手术 忍着伤口的疼痛 不愿错过入金藏的机会 反正身体不舒服 过了就没有 就会好了 所以如果这次选择退出的话 以后不懂几时还有机会 所以舍掉一点点 我收获得更加多 借着全球入金藏的姻缘 北马志工群也举办岁莫祝福 此季马来西亚分会大家长 带领众人制成法院 我们的行菩萨道的方向 法华经 上人把这个法华经 呼呼再给我们再行 我们很有信心 这个立宗的方向 就是要行菩萨道 在基达分会这个地方 希望这个自治体 这样完整了之后 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师兄师姐 以后可以带动 可以借引更多的菩萨进来 善念宏愿 大灾教育 众人虔诚以念心 祝福天下平安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报道 西亚报道 找到检材人的 大阳公司